上公室有没有,公司花掉几百万买这个整套office软体 你不用,你在公司你就是废物 已经在你身上有没有,每个月投资了那个三万块薪水,你不会用 这边,在这边print header之前有没有,我们打一个档案,打一个那个好了 在header,就是新增栏位,如果再对照到python,为什么要用python,因为python速度很快,公司在做交易执行 执行大的档案一定是利用程式,那你先学一下这个指令 append,append就是增加一个栏位,这个栏位叫做什么东西 ma20,就这样,那我们现在呢,直接,等一下你就打一下这个 heade,header,append20,它有没有出现错误指令,没有 所以应该是正确的,然后再来执行一次,有没有看到,这样出现一个ma20 所以append,也要把它记下来,append是什么,我跟你们讲过 我讲的无事无事,你学到什么,听到什么,你要马上去google 手机免费的,你干嘛不要 你不用不用,你就是那个,append是什么,附录 书本有没有,都有附录,append就是附加的意思,附录 所以这append就是附加,所以在这边这个块呢,就是 位,位,那个是header,h-e-a-d-e-r,header是一个串列,位header串列,新增元素 所以等一下你干嘛,可以试一下,那个header,让我们顺便那个好了,顺便来增加一个好了,再写一个东西好了,print type,type,point type,type是什么,header是什么type,顺便把它印出来,跑一下,我们再跑一下,有没有看到,header,所以它class就是type 就是它是一个list,所以我就跟你讲,这个是header,所以串列就叫做list,顺便然后做这一个,加上哪一个指令,这个指令,你新增加一个栏位 所以至少你要知道,append,我不考试了,本来要考试的,要考这些东西,header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看法,有没有,让你增加了这个ma20,现在自己做,我今天上课的目的是要跟你们讲,那个excel跟程式的对照 因为那个excel,excel是低阶,你在公司是低阶,那如果说你在高阶呢,但高阶是叫别人做excel,做出来结果,确实这样做,可是可以 那我们现在要提高速率,提高速率就是请IT部门写程式,那用程式的话呢,写的速度就会很快 那个,我刚刚讲说这个列出前10列这个,有没有,range,那个,这边,诶,这边错,诶,应该是干嘛,i,我这边打错,是,把同一列,因为你的资料是在同一列,我再讲一次 这样子的话呢,就是一列,我刚刚是写错啊,这样子的话就是同一列,同一列的第五个,这样子才对啦,是收盘价 好,那我们现在呢,再来执行一次,这样才对啊,有没有,我刚刚,有没有,刚刚那个这样,诶,看得懂吗,hello,有没有,这个是收盘价,好,然后这个呢,是平均,二十字平均线,这个是收盘,这边就没有了,因为这两列没有,那我们刚刚呢,是写错啊,诶,指令,要这样子才对啊, 好,所以我干脆就一次啊,把它全部写完,好,然后呢,接下来呢,就是从什么东西,从,好,那个,诶,我这个指令,等一下我给你,我一样就是贴,贴在那个,诶,我贴在YouTube下面,你扣过去,你可以直接执行啊,那接下来呢,就是干嘛,i,从二十一到最后,最后怎么办, 看,好,跟他讲,到最后,最后是ROWS,好,因为它总共有几列,好,几列,然后呢,好,弱,好,那个变得是说,好,我的什么东西,我要弱,好,我要算平均,好,算平均,好,怎么算,好,怎么算,好,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,好,我要加, 最后的结果就是说,我要算平均,好,算平均的话呢,就是第一个,好,你要新增加一个新的变数,我要不要写就叫Sum 20,诶,有没有问题啦,好,等于0.0,你们,诶,我把它打出来好了,你们自己再call,可是你现在要看得懂,好, 喂,诶,你来上课就看,好不好,那就是,出去,我跟你讲,被欺负很严重, 那看,那个什么,看到你们修个什么东西,有教过城市设计,城市交易, 然后问你几个问题,你在大学在干什么,我跟你讲,你出去,出去实习就是这样子啊, 教你的人修养不会很好啊,因为他已经就是升不上去,有没有,才会叫你去当你师傅啊, 就这种情形很多啊,你们实习之后啊,诶,然后这个有没有,Sum 20,然后呢,一样, forge in,过去20天的平均价,R-A-N-G-E,诶,不要讲话啦,过去20天,I减20, 好,这是这意思,I减20,然后一直到,好,I,诶,这样看得懂吗,然后呢, 这边有没有,你没有加冒号,你要加冒号,如果Sum 20,增加, 好,增加,这边就是增加,增加什么东西,R-O-W-S,这一列, 好,这一列是J的收盘价,收盘价是第五,要不要再讲一次, 我刚刚这边写错啊,所以他出现这些错误,我现在呢,更正了, 收盘价是第五,他从第,有没有,减,从减20开始,减1,减2,然后呢,减0, 那这边的话,当然就没有包含今天,如果你有包含今天的话,要I加1, 因为那个,他的range是这个样子,你们不要这样一直滑手机, 我跟你讲,你人生就这样滑掉啦,你既然要是来上课啊, 好,我也不能讲你们了,这个就这样子, 可是这呢,可能会错,为什么会错,我给你讲一下会错,为什么会错, 好,有没有,type error,unsupported operator,为什么,因为你的数字, 哎,我是期中考,最后期末考会考啊,哎,括号就是字串, 不是数字,所以他说你不能相加,你不能相加,因为这个零有没有, 故意为什么要加上零,零点零,要告诉电脑,这不是整数,而是时数, 我把它加上一个那个,好了,时,时数,时数,实在啦, 是一个,时数,时数又叫做浮点数, 一般来讲叫做浮点数,然后呢,这边有没有,相加,所以你要干嘛, 把它转换成浮点数,是这个单字,不是这个命令,你打对,打对电脑, 马上就会提示你,跟你讲说你对了,然后呢,累加完, 这时候呢,跳出来,回圈结束,回圈结束,回圈结束, 回圈结束,然后呢,ROWS,回到又回到这个什么东西, I,ROWS,那个I列,可以新增加,新增加什么,平均数,平均数, 那就用干嘛,SUM,刚刚已经算完SUM了嘛,SUM20,然后呢,除以20, 因为我们是要算20是平均线,然后呢,同学,这样子做做看, 这个等一下指令会给你,我等一下也在这边,换了, 然后最后呢,我们要干嘛,来看一下结果,看一下结果的话,干嘛, 也是一样,for I in range,最后一列,就是我们只要看最后三列就好, LEN,ROWS,因为这是你的范围,范围有没有, 减4好了,一直到LEN,ROWS,因为我们的资料, 总共有几,这样子,这样,就是范围一直到最后一列, 那我们现在来执行看看,执行看看,怎么会错,我看一下,哪边, 这边,那个,有没有,这边除以20,在这边错, for I in,那个,在哪里啊,我这边除以20, ROWS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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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那个,append, 的,我看一下,哪边错,ROWS,是拼字拼错吧, 你有没有看出来,他觉得,好了,我们看一下, 诶,怎么会错呢, sum20,除以20, 那个,append,sum20, 我看一下,哪边错,他说,这个,一样, on,on,in,in, 诶,这边错啦,诶,on,in, 再讲一次,诶,in,就是缩排, 诶,你等一下,自己去查一下,好不好, 我,我跟你讲,你们那个,那个,有手机的人, 我跟你讲,我教过,讲过什么东西, 你马上都要去查手机啊, 你不查别人,习惯就是一直查,人家就是干嘛, 一直在成长,啊,你就是一直,有没有, 人生就在滑手机滑掉啊,诶,这边啊, 边缘缩排,应该叫缩排啦,反正就暗影等的啊, 所以这个错误,有没有,我刚刚因为我老花眼了, 没有看到啊,因为就没有排在一起, 这样子才对啊,也不要敲东西啊,在哪里, 这样子才对啊,反正你没有排,排列没整齐啊, 因为你是在同一个区块,在同一个区块, 好啦,这样子,那干脆就在统一一样都是三啊, 因为Python语言,它是使用缩排来界定区块, 这样就对了啊,诶,干嘛,有怎么用错, 不,I in range,诶,哦,不是,还没打完,还没打完,诶, 这样子,然后呢,既然再做一个,Print, Rows,好了,这样就做完,我们今天做到这边, 等一下那个程式码会给你,有没有,就弄完了, 等一下那个什么东西,同学,诶,同学那个有excel的, 有没有,把它叫出来,对照一下,这边算出来的什么, 是不是504.406.993,有没有,看一下,504.406.993, 我们把它那个对照一下,这个上次的excel档案, 来看一下,有没有,看一下,504.407,一模一样, 怎么样,我们这边是利用,因为我这算法不一样, 我是算那个前一天的20日平均线,没有包含今天, 如果说你要包含今天的话,你要包含今天的话, 有没有,这个平均算,平均数的话就不是I减20了, 是I减21,